早安 欢迎收看智库通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对金融服务的追求日渐提升 我们的支付方式已经逐渐脱离现金主导的模式 衍生出不同的电子支付服务 尤其是近来因为疫情的问题 令到大家减少了外出的机会 是否令到香港的电子支付技术大大提升呢? 今集智库通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智库通的Vintech全方位 如果你说金融科技其中一个很大的领域 就是电子支付 尤其是今年疫情底下 真是推到网购是爆了 即是美股那边的上市公司 其实都经常说 又是一个纪录的新高 香港那边当然也有支 我们的本地僵代表 可以由亏转为型 股价也是突飞猛进的 不过究竟电子支付 我们现在很多都已经是日日用的 但其实我们正在用的技术 除了让我们上网买东西之外 还有在哪些范畴用呢? 就要和两位谈谈 欢迎方先生 欢迎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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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先生 如果说到电子支付 在香港这两三年 是否真的走得快了很多 因为其实金管局推了储值支付工具 然后又发虚二银行牌 其实都是助长了很多不同的公司 或者一些银行各样都出来 去做这个电子支付 最后因为它前面推出了这个转数块 就加速了 本来是一人各据一方的 有你做博特汤 有你做Alipay WeChat Pay PayMe 一大堆 Help and Go 但是当这个转数法出出来之后 其实某程度我们经常都说 打通了这些不同的电子支付的任督 变成了你不用说我存在一块 然后我转到哪里 先不要说究竟这些电子支付 或者这些储值支付工具 它什么时候会变成这个虚拟银行 如果它变不了 那我想拿一些钱走 很麻烦 以前你不知怎样拿 如果你打通了之后 就将这些电子支付和银行 全部打通了 我用完 或者你付完钱我 我把这些储值回走就可以了 只剩下一些零碟 就不用留在这里 因为留在这里是正常的 除非你变成一间虚拟银行 有另外一个后话 再加上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关系 大家刚才都说了 网购多了几倍 全部都在说 有时我经常说 以前可能从来都不会用 这个网上订食物服务 我在香港也没有什么用 在外国我也有 在香港真的没有什么用 但现在你想不用也不行 既然你看到一些 你没想过他会用电子方法 做外卖的地方 包括大牌当 我看到一些老式的地区 大牌当都要照样 因为你不做 就没有生存 所以我觉得今次 这都是疫情逼出来的 如果你问我如果没有这个疫情 香港的电子商贸易 这些储物不下都很快 最少推发了两年 其實電子支付背後的技術是怎樣 為何可以打通任督鍵 過往我們覺得跨行轉帳曾經是一個大躍進 但現在為何所有東西都可以串聯到一齊 我想最重要是 其實有很多東西一直都在使用 大家都在使用網絡帳 大家都在使用Apps 看鏡 那打通了甚麼呢 其實金股也做了一件很重要 剛才所說的轉帳法是將所有電子支付和銀行搭通 它的轉帳時間是很短的 以前我經常說跨行轉帳 可能隨時搞你幾天還要收錢 你見到轉帳法推出之前 幾間大行已經說我們不收收入費 其實一早就應該不收 但它不想做一些無謂額外的事 因為銀行很不喜歡做一些額外的事 譬如你拿多些大病給它數 你拿一大疊錢它又不收你錢 你拿多些錢 你不要麻煩櫃桌 其實在某程度上 譬如是造就了 你見到很多行業是減少分行 減少分行 它又不會減少的減少 它就盡量想你用網上去做 就不要下來麻煩分行 如果你ATM機能夠調好 或者你網上可以調好 就麻煩你不要下來分行 因為它全部要引錢 慢慢減少分行 這個亦是促成了 為何要搞虛型 因為有很多人根本 你現在拿一次錢 譬如拿三千元五千元出來 可能要花整個月也不用 以前可能會花光 因為以前是多給現金 再加上疫情 大家都覺得現金很髒 拿出來也盡量洗燒一點 不要拿出來 或者我去那個地方要收現金 很多人不要去 去一些不用收現金 即是你不想有抓族 因為現金是傳播病毒的一個途徑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迫使電子支付加同 走快了都一年多兩年 希文 但是在股票市場當中 有沒有反映到呢 香港的股民如果沒有看美股 或者A股的話 就會好像是炒來炒去 都是只有那隻巴巴 會覺得它就是有電子支付程式 但是不是真的窄到這樣呢 好坦白說在香港的股票市場裏面 你找一些叫做Fintech 或者做一些叫做電子支付相關 即是很直接對標的話 其實真的五隻手指都能掃得完 即是這幾年來講的話 大家在看著巴巴 甚至在說騰訊旗下的WeChat Pay 當然你說部份的電訊營商 可能旗下他們都有 但始終那個規模是做不大 因為本身你那個支付 即是網絡移動支付 或者這些相關的配套 其實是很多時候要政策配合的 大家都很明顯看到 為何內地可以行得這麼快 香港和歐美市場行得這麼慢 因為是沒有一個相關政策配合到 而且本身 尤其是香港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大家都習慣了 我全部都是現兜兜給我現錢 我都給了一些散印出去 買菜都是的 但我們看到內地行動支付 其實你行超過四年時間 當中是很多政策付錢 甚至我們有時候去內地做一些拜訪 都會到處網絡 你去連街市都可以用移動支付 我沒有現錢找給你 麻煩你你利用Alipay 你利用WeChat Pay 麻煩你賺錢 所以這裏很多時候是一個政策性扶持 當然回到廣告後 你只是說移動支付 你講來講去都是 尋信阿里巴巴 尋信阿里巴巴 雷豐 雷豐 雷豐也有一點 但你解僱他也不會 你關我甚麼事 不關他事 只是解僱另一件事 甚至是曾經有一段時間 解僱過一些相關的硬件 因為你說VChat 移動支付在很起初的時段 其實是要有一部波士機 在最起初的階段 你說波士機當然來香港 也沒有太多選擇 你只有一兩間在 因為始終我們看到的情況 就是你要做移動支付 我又不想登多拿錢出來的話 唯有我拿一部波士機 如果那部機是有NFC的功能 我就可以代價機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整個移動支付的第一步 所以過去的幾年 曾經市場一邊炒的 就是移動波士機的滲透率 慢慢開始普及化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 之前一邊都是三個口 內地一間 歐洲兩間 其中一間是法國的 其中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另外歐洲那兩個的競爭 主要競爭對手 開始要慢慢推出市場 甚至是將業務轉到別的地方 所以純粹說 從香港股票市場去看的話 大家沒辦法了 這是對於香港投資者 因為他們不是熟責整個生態系統 所以即使大家看阿里巴巴 就未必看巴巴 也好看騰訊也好 你看移動支付這件事 他們未必會看得太重 因為他們只看阿里巴巴 我只是看著你的電商 或者我只是看著你的運業務 怎樣做 騰訊我只是看著你的遊戲 怎樣做 看著你的廣告怎樣做 但如果大家說 接下來一段時間 剛才剛才說 接下來的Penetration 越來越高的話 大家對於移動支付的認識 會越來越多 大家的Focus 對於一些香港上市公司 就慢慢會轉移 因為始終移動支付 接下來是一個大趨勢 即是官民量是用二維碼 你是用MFC也好 甚至普遍是用二維碼 甚至直接告也好 接下來都是一個大趨勢 那買金服上市有沒有期望呢 期望一向都會有 因為始終它的集資規模也是大 以及本身阿里也是在後面 因為始終如果純粹說 近年來說 在比較大的集資規模相對比較大 或者市食相對 估值相對比較高 一些Fintech公司來香港 基本上是沒有太多 基本上螞蟻是整行的第一隻 因為螞蟻大家對它的認知度 熟悉度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大家是on and out 都會容忍那樣 但大家不要只是 螞蟻金服其口 可能只是看它 看它一某一部分業務 因為它還有其他不同的範疇 基本上是涵 它有整個Fintech的行業 即是它不只是支付它 它可以移銀行 對,有很多東西在 譚信譚信譚 它有微中銀行 但它的自然比是相對比較小 算不算是呢? 即是它來的時候 它可以成為到Fintech的一個 全面一點的代表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強行套Fintech概念 去某一種補品 其實都會的 我們覺得就是一個 認知的過程 即是我們看港股 其實你無論是哪一個行業都好 其實都會處於 認知的過程 因為如果你是開頭 你覺得一隻在 大家會覺得 你市值又不夠大 然後你又不是一個行業龍頭 然後我先放在裡面 可能之後再等幾隻 再來 但我想今次買光 來香港上市 我想市場對它認知度 認知的速度 應該是會快 因為大家是想知道 究竟它裡面是想做的什麼 不過其實電子支付的一個改變 還有它們的進步 有一些行業真是很遺及到的 就是剛才我們都說過的 就是電商交易 用一個再闊一點的角度 拉闊去看的話 那會不會說 這些都有些投資機會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Fintech全方位 其實如果說到 現在最滲入得到我們生活的 其實金融科技今年滲得很多 好像剛才我們說 現在基本上 可能你的電子錢包都不止一個 你採用的電子支付方式 可能我都有試過最少四五種 甚至方先生說 我去大排檔 或者是我們去街市 其實都是在使用的 如果說到電子支付市場 其實在香港現在的選擇這麼多 它們各自在做些什麼 網上平台一定供佔的 你沒有就不用再做下去了 那些最簡單一定要做的 但都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會看到一般 在網上購物 你來來去都只有Visa Master 背後你可以安裝些什麼 Payment Gateway 譬如簡單的 PayPal Stripe 或者香港本地 可能是AsiaPay 有些Payment Gateway 專門去招呼Visa Master 美國Express 這類的選擇卡 另外一些就是 開始做其他 譬如匯豐的PayMe 你需要載匯豐 或者要轉數快 匯豐和其他銀行有些 都有提供這幅門 是幫你在網上做轉數快去賣東西的 接著就有Alipay Alipay 也有很多 它叫Aquire 即是它會幫它 Launch Alipay 到接點裡做網購 Bchat Pay 還有百特通的OE Pay 有很多淡淡種種 這些都可以用 當然 越多客用的時候 就越多商戶就會想 我都可以採用 因為其實這些雞龍雞蛋問題 永遠都是 為何在剛剛有 香港 即是早兩年開始電子支付 還是大家七個 我經常都說 這是戰國時代 因為大家都想吵多客 但其實你會看到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 譬如我轉錢給你 你轉錢給我 我轉錢給你 它會賺什麼錢 它沒有錢賺過 它還有一些還要 還要購買卡 即是叫購買卡 信用卡 多數都要付出 即是銀行 它都要付出手續費 可能是少一點 變相 沒有什麼虧本 你轉來轉來是沒有意義的 但其實就是靠這樣 是儲存了一些客人 即是你見到 譬如Payme 儲存到200萬客人 它便可以跟商戶公司 有200萬客人 如果用我 我又有很多推廣 你不能做多些 其實每個人都在做這一類 粗客底 這就是最基本的 要做的 就是一個大型的平台 接著就開始去公佔一些 比較難做的 包括的士 街市 這些濕貨市場 報紙攤 茶餐廳 你就要慢慢去公佔這些細 因為一般 不要說電子支付 就算連不得通都不是 都會出現 你看到的士都不是很多人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有些就說 如果我給電子支付 我會不會給貼士的那些人 我明明就給20元貼士 30元貼士 他們會不會就走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有些就說 平時給現金的 其實沒有報稅 給了錢就沒有報稅 這個當然 我們都是鼓勵市民 正路地賺錢 報稅 這是他們的考慮 這些地方 他們就要公佔一些不同的位置 慢慢去填 我們經常都說 要做一個無現金城市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完全零現金 是很難的 內地是比較近的 但是也有些 但是我們香港 仍然是一些人 帶很多電錢出去 因為很多地方 都是不收電子支付 但是又是一個疫情 就剛才都說了 因為疫情令到 人們覺得 電子支付很髒 開始電子支付 開始教育人 說 電子支付很髒 你還是不要太多 我們做個實驗 拿去檢查一下 錢支付很髒 你看看 於是令人的心 覺得很髒 你有沒有看到 那些人去買菜 或者去買東西 是用保鮮袋 用錢 而不是放眼包 現在用保鮮袋 用保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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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走 大家開始因為疫情 都令到生活有改變 除了疫情迫著我們 不外出買東西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我覺得就是 因為電子支付 走得快了 真的好像雞同雞蛋 的問題 既然多了 即以往過往 可能只有兩張信用卡 我才可以上網 給到錢 有很多人都覺得 好像很危險 用信用卡 又不知道會不會 過往很多時候 將卡都會被人盜用 即是有些不好的經驗 令到他們都很斬釘截鐵 就說我不會光顧網上平台電商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 即他都未必說是 接受信用卡的時候 因為那個充電都很高 不是的 現在有其他的電子支付方式 令到他們是復活了很多 希文 現在說到一些網上平台 是不是真的強者就會越強 即現在已經是世界龍頭那些 其實地位都很難挑戰 其實是的 因為本身你做一個電商平台 有幾樣東西去看 第一 你本身的規模夠不夠大 規模就是剛才的 你是不是可以儲得一班很固定的客人 這班客人的黏性是非常之高的 你的黏性非常之高的 前提就是 本身你這個電商平台裡面 裡面的SKU夠不夠 如果你SKU不夠 即是你放上了假貨品 你不夠 我整個平台只有30樣東西 我買來買去都是30樣東西 我看一次我走了 我幫完一次 然後沒有下次 但我們看到很多電商平台 SKU是越來越多的 甚至是香港本地僵 其實SKU是過千個SKU在 甚至是可以連接其他 一些比較高檔的品牌 加起來 在他的平台上 即是將他們的SKU 甚至將他們的產品線 進一步擴闊 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因為你在平台上下了單 但我收不到貨 還是很大件事 所以大家要去看 即是對於一個電商平台 他們要去衡量 第一他們的規模效益 跟著是看他們的商品種類 第三個就是配送 即是last mile 因為本來你可以去看很多 譬如說內地的 譬如說看阿里 你在說淘寶 甚至在說京東 京東有自己的落書式規定 但見到淘寶 其實是外判了出去 即是給了順豐 給了其他內地的集運公司 因為始終他們的網絡覆益 是比較寬的 如果你說他對於一間電商公司 他要自己建立一個組合 其實燈的 其實是燒錢的 我倒不如做多幾個生意 所以純粹在整個電商的 競爭或整個生態環境 其實都是偏向龍頭 即是整個行業的集中度 是一直在提高 當然在香港入面 其實大家也沒有什麼可以看 很多的都是在美國 變成中泰富 但接下來也會陸續回來 譬如曾經傳過一些 比如說Bilibili 唯品店 這些其實都是有一個 Niche Market 即唯品店可以買一些很高檔的東西 Bilibili 可能是做Live Content的東西 直銷 然後賣出去 這是另一個市場 當然他們Target的Age Group 也未必一樣 例如Bilibili 可能Target是年輕的 即是十多二十歲 看完之後馬上衝動 就馬上衝進去買 比如淘寶 甚至在內地上市 比如蘇寧 這些其實是一些很大眾生活化的東西 所以整個電商市場 整個市場 整個市場 還會維持增長 但如果純粹 你是怎樣在電商市場 和大市場生存 如果你說 我跟著這條大路行 就一定跟你鬥規模效益 你做不到規模效益 就等於你輸錢 另一種方法 就是你要找一個細分市場 譬如說 我只是專攻打年輕人市場 或者是我專攻打高檔消費品 當然現在這樣 經濟環境情況下 高檔消費品 就難一點 但始終經濟是有週期在 你說短期震盪就難免 但倒不如在這段時間 可能再儲多些客帝 或者拉攏更多品牌進來 當然這些是一些前期的推廣 但整個電商市場來說 其實未來的規模 都是維持一個比較高速的增長 最重要是電子支付要走得好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 我剛才聽你數 起碼有十種電子支付 電子潛爆 還有沒有空間給新的加入者 因為現在的競爭已經太過激烈了 剛才說 希文也說了 龍頭效應是很重要的 其實電子支付 我經常覺得不是中小企可以做 始終你會不會放些錢 在中小企入行 電子支付也是 比較難要做大 你都要回到家底 才能做得到 所以變成都會集中在那幾個比較大的 現在要入行 我猜你在生態裏做一些是可以的 但你真的想做電子支付的品牌 是有難度的 除非你在其他地方出發 例如Apple Pay Android Pay Google Pay 這些類型 或者三星Pay 品牌已經夠大 我現在要中間 那些就不是真的電子支付 我經常都說是電子潛爆 它基本上就是難途折劫 我全球有1億個手機 如果每個人都放進去 第一張卡就彈出來 例如Apple Pay很流行 第一張卡就那張卡 通常都會拿第二張卡出來 如果每次都彈出來 那張卡就有好處 我便要分一根 即是由我拿手機拍卡 那一刻 其實中間有很多人收到錢 包括Apple收到錢 發卡也收到錢 Terminal也收到錢 中間Visa Master收到錢 中間還有很多公司在收到錢 每人都分一刀 所以你要在中間拆一隻手樓 不可以 你要想到一個位置 這個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將來找一些投資機會的時候 可以好像兩位這樣說 我們可以拆小一點 因為在香港可能你選擇的電子支付 有上市的公司 原來只有這麼少 但如果我們放遠一點 又有看電商和翻山上公司 原來至少有四五個公司 都是收到錢 那些會不會是另一些機會呢 我們之後在節目裏 再跟大家聊 謝謝方先生 謝謝希敏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